泽连斯基一厢情愿,胜利计划还没开始就破产了 冲突的结局,从一开始就已经敲定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泽连斯基这段时间拼命推销自己的胜利计划 但事实上,偶尔冲突如何结束,并不是泽连斯基能说了算的 甚至,冲突结局其实早已敲定了 而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还没开始实施,就已经破产了 近日,在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一同割空炮轰后 两人正式进行了会面 虽然泽连斯基因为向民主党表忠心惹怒了共和党 还遭到了特朗普的指责 但特朗普依旧在会面期间表示 如果自己能重返白宫,乌克兰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 而无程度将快速结束 当然,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进行类似的表述了 不过,之前外界还在不断的猜测 特朗普到底会用什么手段来收拾乌克兰这个烂摊子 而如今,根据美国大选的提示 西方对乌克兰的态度以及欧乌冲突现状 答案似乎已经明确了 欧乌冲突不会彻底结束 而是逐渐维持在一个战时停火的局面 就像现在的朝鲜和韩国一样 也就是三八线模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按照特朗普的风格 这是能最快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法 毕竟,特朗普一切以美国利益优先 为了尽快收拾乌克兰这个烂摊子 特朗普会毫不犹豫的 以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作为与普京谈判的筹码 从而让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进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冲突的彻底结束 同样的,就算特朗普没能重返白宫 哈里斯的上台也不会带给乌克兰什么好消息 因为我们之间就分析过了 真正与泽连斯基有私人关系 并与乌克兰存在巨大利益牵扯的,是拜登集团 哈里斯虽然是拜登的副手 但从未真正介入过,俄乌冲突的发展中 所以,就算哈里斯上台了 民主党对乌克兰的态度 也绝不会像拜登再认识一样 对乌克兰大力支持 而之所以,冲突不会彻底结束 而是战时停战 是因为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需要俄罗斯这样一个威胁的存在 需要给欧洲树立一个靶子 只有这样,在中国新能源发展 逐渐覆盖全球的情况下 美国依旧可以靠着丰富的石油矿产资源 获取大量的利益 只要俄罗斯的威胁还在 欧洲就只会舍尽球远 从美国进口叶岩油 在美国的这一整体战略计划内 根本就没有乌克兰胜利的选项 乌克兰最后就是要输的 说白了,美国推动欧乌冲突的根本目的之一 不是为了让乌克兰打赢俄罗斯 而是让欧洲与俄罗斯进行切割 这也是为什么 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 在美国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支持 乌克兰胜利 这是泽连斯基的一厢情愿 冲突结局从一开始就已经敲定了 好,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